香港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繁荣的自由海港免税的Shopping天堂 这颗东方明珠97年回归后 开启陆港间美丽又矛盾的新一页经济关系 港陆地缘上的紧密相连 不仅是政治上 经济上也密不可分 1998年金融风暴和2002年SARS接连肆虐香港后 香港经济萧条 百叶凋零 民怨四起 北京为了安抚人心 2003年与香港签订SI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SIPA类似自由贸易协定 光一个SIPA贸易覆盖率就达到50% 强力支撑香港的经济 港陆经济也自此紧紧相细 SIPA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是他给香港服务到内地去发展 或者是要加强香港跟内地的经济联系的时候 就开一个绿灯 因为他现在归中国大陆管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 也是必须要靠向中国大陆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SIPA的确让香港靠向中国大陆 至今十年内每年签一份补充协议 大陆对香港累计开放403项服务贸易措施 强而有力吸引香港企业进入大陆市场 SIPA涵盖范围极广 从香港四大金鸡母产业 金融 贸易物流 观光旅游 专业服务 到六大新兴产业 文创 医疗 环保 教育 检测 创新科技 全都明显受贿 其实我们不同的行业 都有很好的一个受益 现在我们香港200多家的银行 都已经要人民币业务 如果我们看到 通过SIPA到内地去投资 开公司的行业 其实物流节快是最大的 比如说到今年4月底的时候 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 拿到他们的批准 或者是他们说的批准书 过去十年 到今年 就2013年年底 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 大概超过524个亿的港产货币 享受到零关税优位 以致入了内地 比如说 有些港产的手表 现在在国内卖的挺好的 这卖的挺好的 这是就是SIPA 安排成功的力气 除了SIPA 中国大陆还开放一年3000万陆克 赴港旅游 活络香港观光 经济上选择不干预香港 维持香港最自由经济体身份 高居世界第一 并在一国两制下给予香港特殊地位 成为大陆国际转运站 外资登陆最佳跳板 香港近年更是全球最大竞争力最强的 人民币离岸中心 逐到高达90%的人民币境外业务 大陆种种汇港措施 使得香港高度依赖 却也因此受制 以前大家看香港经济 是不看中国大陆经济 但是大家现在觉得 两个连结性变高了 如果中国大陆经济 有什么动弹 有什么散失 香港经济就有点危险 所以就一方面香港 享受了中国大陆经济好处 但是一方面也被它牵连住 港路之间美丽又矛盾的关系 导致香港在近年区域 经济整合浪潮中晚了好几步 虽然及早和大陆有SEPA 但受限主权问题 近两年才开始洽签FTA 香港目前和七国完成四个FTA 正在和冬协谈判 反观四小龙中 与香港竞争项目高度相似的新加坡 目前已和60国洽签20个FTA 贸易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 香港远远落后新加坡 中国本身对于所谓特区政府 可不可以去洽签FTA 是一直过去是一直不认为 是反对的 香港其实是到最近两年 2008年开始 中国特别是它的中央政府的立场 开始改变 香港就陆续的跟新加坡 跟智利 然后现在在跟东协在谈FTA 展望香港未来出路 外有新加坡超前的竞争压力 内也有来自其他都会的威胁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 上海自贸区短期内 无法威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不过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改革 其他城市逐渐开放 外资可直接贸易 香港跳板地位仍有下滑危机 另一方面 与大陆的文化冲突 也有白热化趋势 绝大部分人提出香港的问题 都不是经济的问题 很多都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包含之前 什么路边小童尿尿的这个争议 还有很多抢购奶粉 不排队 地铁吵架 四小龙中 香港是30年来 唯一一个政治体制改变的地方 与大陆紧密的经贸关系 推动香港经济持续繁荣 同时掩埋下文化冲突 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和高涨房价 香港取之于大陆 却受之于大陆 香港经验 值得台湾深思 庄社记者张谦 徐瑞婷 香港台北 采访报导